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相信很多网友都知道 王一博代言的红米手机要出新型号了 这一消息也是从预热开始就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其一就是红米手机的粉丝 他们自然是关注该品牌的最新手机动态 而其二,就是因为王一博了 虽然王一博此时此刻在剧组好好饰演着他的飞行员 《长空之王》四个大字相信也被他天天看见 但是粉丝们却是通过红米的广告才能看到他的最新动态 先是发布了全新广告片《Mission K》的第二季海报 提前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充满了科技感的王一博 虽然是静态 但是王一博那一出屏幕的帅气 已经让不少网友期待届时会有怎样的表现了 果不其然 真正的广告大片上线 高楼耸立的城市 万家灯火的最高处 王一博与K50的广告牌一起站立在整座大厦的顶楼 拿着手机的王一博从顶楼一跃而下 却稳稳落在地面上 来面对自己的头号对手 与自己心中的每一个自己对打 战胜对手前 先打败无数个自己 在面对站在面前的无数个王一博时 王一博确实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开始做好奔跑姿势 随之而来的是心脏变得机械化 强大 一个后空翻便独自一人面对着无数个自己 要么不做 要么很到底 扔出手机的一刹那 整个天空都在寂灭 那些无数个王一博也因着这些光芒而渐渐消散 最终 王一博也是战胜了那些心中的自己 战胜了那些无数个王一博 欲强则强 很超想象 只能说 红米这一次与王一博合作发布的宣传片 真的是狠狠揪住了粉丝们的内心 这则广告大片与王一博的信仰 做法可以说是高度相向了 王一博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的内心足够强大 很多粉丝在向别人安利王一博时 总会用他亲口说的那句很多人想把我绊倒 绊不到 王一博就是这样一个只顾着自己往前冲 根本不会理会那些沿路的绊脚索的人 只要是他想要去做的 无论是演员 歌唱 滑板 摩托车 舞蹈 他都可以做得很好 但前提是他要去做的 曾经的王一博也会放弃 做那些他觉得自己不合适的事情 或是他不感兴趣的事情 但只要认定了一个目标 那么一定会坚持下来 做到欲强则强 很超想象 在粉丝们心中 王一博在演戏上 坚持了三次视镜出演蓝忘机 最终塑造了那个则是明珠 在歌唱上 王一博坚持每年一首 跨年夜上交出自己完美的答卷 在舞蹈上 王一博的街舞被各国街舞大师们称赞 没有人的精力是无限的 王一博能够在这些领域做到如此 就是他绝不服输的性格 面对任何困境 都能够战胜自己内心无数个跟自己说不得王一博 真正鼓起勇气 做到欲强则强 而这完美的广告大片 在某社交平台上宣传时 也是有了震碎屏幕的观感 不少网友都在吐槽 今天我的手机被王一博震碎多少次了 不过这着实是帅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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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